历史像水一般流淌 历史上的今天 讲述历史真相 道出生命冷暖 3月19号 亲爱的朋友 您好 我是江峰 广州夏天闷热 湿漉漉的汗容易把这衣服就粘在身上 很不痛快 特别是靠近广州珠江边上的广州军区的几个大院 那些男人们回到家呀 光着膀子穿着小短裤 都成了标准的穿着了 1963年的夏天 广州军区文工团的金竞麦特意买了一支派克钢笔 美国的派克钢笔 那在那个年代呀 这支钢笔是普通工人上一个月的工字呢 他准备利用军区给他的在家里的一个月的时间 好好写点东西 于是他也来了这么一个标准穿着 光榜的小短裤 一天一万字 这么玩命的写 他要努力的创作来回报领导给他的机会 也许是最后的机会了 你说为什么是最后的机会呀 原来这金竞麦啊 已经在部队文工团当了14年的兵 干啥 啥不行 他演过花剧 个子矮 演不了高大的英雄人物 说你去唱歌吧 嗓子还唱糊了 成这个声音 你不能用公牙嗓子来唱颂歌嘛 所以他又去跳舞 跳舞没有童子宫啊 别人跳黄河颂 他跳小河沟 所以那个团里就新买了一些夕阳乐器说 你这样子吧 你去吹黑管 这玩意没人吹过 管协乐的组长替他吹了一遍以后 给他一把多过来 你怎么吹的 你这跟那个吹石般的吹煤炉的一样 最后他干嘛去了 只好去管舞台的灯光 爬那小梯子 还摔伤了 灯光都管不成了 后来一个机会 领导发现他说 有金经脉还能写点什么东西 就这样 他调到了创作室 你说这不是最后的机会是啥 你再不出点成绩 估计就得离开机关下部队去了 一个月后 纲笔都写秃了 拿出出稿之后心里都没谱 这算是小说吗 还是报告文学 说小说吧 里面的人和事还都对得上号 说报告文学吧 里面是天之佳业 连自己都不知道说的是谁了 在他自己的爱人把首饰变卖之后 补足了审稿费 可以出版了 不过这本书就这么跌跌撞撞的一出版 火得是一塌糊涂啊 当年金经脉写的这本书叫做《欧阳海之歌》 历史上的今天 1964年的3月19号 新华社发表朱德、董毕、武贺荣、聂荣、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的提词 号召全军向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学习 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欧阳海班 小说中的欧阳海是生于湖南的贫苦农民家庭 1958年应征入伍 连年立功受奖 被数为各种标兵 是欲满全团 在1963年11月的这一天 连队出发去进行野营训练 欧阳海随炮兵连进入峡谷 正好这个时候火车开过来了 炮兵连有一批背负钢铁炮架的马受惊了 穿上铁道 死活着不动 眼看就要闯下大祸了 说欧阳海以异常的敏捷冲上铁轨 使尽全力 把惊呆来的身口推出轨道 自身被火车碾压 送医院后不治而死 而真实的欧阳海呢 可不是小说中的英雄 他很调皮 哥经常给领导惹麻烦 经常顶撞说是一个战士们瞧不起的 机场小堵的 心眼小的一个连指导员 那个悲壮的抢救军马的情节也是编造出来的 欧阳海是利用休息日赶着部队的马车外出做私活 为怕处分 拼命要把这个马赶出铁道 因为欧阳海当时还违反了纪律 所以他的连队 连四好连队都没平上 结果欠在好 在金静脉的笔下 成了大英雄了 在欧阳海之歌出稿完成之后的 金静脉甚至看都没有再看一遍 直到解放军文艺的副主编叫做鲁毅的来到广州 提出来说要看看金静脉的小说 但是金静脉的字写得很潦草 这鲁毅就说让金静脉读给他听 读完了以后 这鲁毅听的是泪水连连的 当场拍板 说 这小说咱们要了 红色经典欧阳海之歌出来之后 您知道火到什么程度啊 印数3000万 全国报刊一起连载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士起口称赞 就这个印数3000万 是直逼毛泽东选机 当时金静脉很害怕的 跟主板社说 现在印了多少了 印了多少了 就怕超过毛泽东选机 在六七十年代 不少学生有了零花钱 第一件事就去书店买一本欧阳海之歌 就成了一部经典要放在家里 要占那个书柜的 其中就有一个女孩经常在五岁的时候翻看她 这个女孩就是如今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宁 那一代人都那么成长起来的 彭德怀在西南大三线工作的时候 无论走到哪里 身边都带着一本欧阳海之歌 虽然自己挨了不少整了 也被靠边站了 这书他还接着看 读到感人处 彭德怀说他连连落泪了 这点点泪积都留在了他留下来的那本欧阳海之歌上 部队、工厂、铺天盖地的传读 电台里也在播送 全国的报纸也在转载 1967年5月1号 毛泽东还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金静麦 见面就说 金静麦 你是我们的大作家呀 但是这个金静麦当小说虚构出来的 欧阳海大英雄并不那么完美 这个有血有肉的战士 欧阳海不太符合党的要求 于是金静麦是不断接到指示 让他进行改稿 当时对于欧阳海之歌的修改指示 金静麦的顶头上司叫做逃住的 还嘴硬的当时说 小金是我的兵 要改小说 我说了算 还想给他挡一挡 结果没过多久 逃住自己的政治生涯和生命 自己都说了不算了 作者在文革早期得到了当时的红色皇后江青的赏识 江青当时已经知道说 毛泽东要把刘少奇拉下买来了 就让这个金静麦说 你把书中刘少奇的内容给删了 金静麦不听 说这个毛主席主席、刘少奇主席也是主席 不干 不愿意改 这下子还埋下了仇恨了 后来是周恩来亲自出面 说你给改了吧 同时 刘少奇一看到这个趋势 也要被打成叛徒了 金静麦才动笔 把刘少奇的内容给删下去了 不久 作者成为文化大革命各个重要活动的主角 以解放军负责人的身份 上了天安门 连班长都没当过 现在当解放军负责人了 毛泽东接见之后不久 1967年的5月23号的深夜 中央文革小组打了电话说 金静麦同志 祝贺你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文化口的负责人 让我们以伟大的革命热情投入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吧 金静麦大晚上对着话筒高喊 毛主席万岁 万岁 正式当上了文化部长 当时那个时候没有部长了 相当于文化部长的这么一个职权 好运来 厄运也如影随形的来了 刚过一个月 他就接到了 在这个电影口上有人就反映说 电影家协会资料库里面有不少20年代30年代上海电影的资料 当时很多的报刊上都有江青的照片 后来红卫兵闯进这个资料库来说 要从这个旧报纸上找到一些什么脱党启示 毁过声明 准备抓出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叛徒 他们就想 这一旦红卫兵看到江青的照片 不就有所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声望了吗 金静麦就找齐本瑜商量 说怎么处理这些档案 还就这么巧 江青当时过来看电影 进了这个屋子来了 问金静麦 你们说什么呢 本来是好心好意 想办好事吧 结果背着多疑的江青 以搜集中央领导的黑材料阴谋绑架毛主席的罪名 把金静麦投入了秦城监狱 这一关就是11年 11年之后 江青入狱 金静麦出狱 你看看 这历境坎坷的作家呀 对于江青被关 后来他是没有几分高兴 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金静麦开始对他的人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他对记者说 由于欧阳海之歌开创了引用毛泽东语录的先例 所以毛选 毛语录的发行泛滥 这一点他晚年感到特别的内疚 说一个小说人物被政治需要所利用 文革之后啊 咱们知道的英雄塑造啊 都按照欧阳海这个套路来的 光辉伟大 读着毛泽东选集 金静麦说 我现在都七十多岁了 再过十年二十年 人总得死吧 死不可怕 但我想要真相啊 总是这么弄虚作假下去 怎么对得起子孙 金静麦又接着说 他说 开除刘少奇呀 不可怕 一个人错了 不可怕 但是全党都同意 这才可怕呀 你现在对于搞不搞文革 还很难说了 全国十多亿人居然能够容忍 这才是真正可怕的 多少年来 思想上的困苦和烦恼和疑惑 都是因为有人要装神弄鬼 更多的人在帮助他们装神弄鬼的同时 我轻信了他们 我也曾经真诚的参加了这个造神造鬼的行列 而且是不遗余力 生死利劫 金静麦老人真诚的在反思着自己 他还说 很多人并不了解历史 了解了也不愿意说 以为这个白纸黑字写出来的是历史 扯淡 真实的历史往往不能真实的表现出来 我写欧阳海之歌的时候 我正睡着呢 现在 我醒了 历史上的今天 欧阳海之歌 谎言编织梦香 真相唤醒 善良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